各位局長、各位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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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住在明德界19號這邊 這個案件都圍繞在胡鬧市場一大五的戶跡 這個我相信各位委員 那個看得比我標準的更多 現在我個人所親身聽到的講師來給大家聽 因為我在這邊已經從27歲到現在 所以年紀也感受 這次是最主要是在文化的保留最主要是人文的意思 因為經過我實地查網人機所聽到的是 他們在意的是因為我們這個都登案要在12樓 隔壁的房子會我們等於說會感到他們的視覺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到以後我們的對面 就是雙面那邊 他的儀馬就可能會改到20樓 這也是會擋到啊 這理所達到的 所以那個 因為文化他們就是用這個文化的保持來做抗議 來除外我們這個老公的更新 所以我們讓青海年紀一些學生來做抗議的對象 但是我有跟他們解釋說 這個案子我們的開放空間跟人行道的推收 即綠色色目美化絕對是一個高品質生活空間的一個點觀 我們這些老百姓對不對 鄉親也是政府為了點觀再努力 但是為了這些那個有抗分的人士來取代這個那個城市的發展 對我們社會是一種那個混互那個協調對不對 所以再來就是一道尾一生的蛋糕公民 我們也不可否認 但是政府在金門蓋了那麼大的機鏈館對不對 那我們絕不會希望一個只是暫時機制的自首 強制受到保留 讓我們這些縣市府承受老入破舊影響生活品質 歷史的保存也不會是一種形式 強制保留不顧城西正義及地主的潛力 為何不實在破壞社會的和諧 請政府主持真理 不讓不相關的外人來 消費我們這個社區影響市容 充建於市民安全的機制環境 我們無聲的角色重建潛力 只能靠政府的持起真理來保障 謝謝 接下來是臺灣大選王根樹 謝謝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因為有一個選報的方式 所以這次可以稍微做一下 跟大家說明 那我是會在民主副總部長 還去比例 那我們的總部長 比方便處 王教授也很貼心 好 那因為前面其實大家已經提了非常多 所以我想我會盡量間短的 來跟大家做一些補充說明 那首先說明 學校基本上 對於這個事情也激烈一個立場 那台大師依據了 945年文字大會審議的決議 來進行我們校外宿舍這些老舊 要如何圍管跟宿舍採討件更新 這是依據原來已經有這個結論 那都更也是政府的一個政策 在政府財政不足的情況下 用這樣的方式來加速公共主席的利用 那學校取得的宿舍 全部是用來研來優秀的學生 來提升國家 來學人 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並沒有犯取其他的利益 財務的利益 那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建議政府在施政上面 要有主體制性 如果任何決議的東西都被隨時被推翻 隨時被重來的話 那其實公司部門都非常難以追尋 那也有了政府的公信力 那對於文化資產的這個圍管 我們基本上是建議 由政府來指定一個專責的管理單位 來編列專案的預算 進行專業的經營 而不是每一個單位 其實都要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學校仍然回歸 在政府財政困難 經費有限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大學還是應該回歸我們的教學 就培養人財政的工作 那其實不是只有台大 原來有這麼多老舊的日式宿舍 其實原來各個公家機關也非常多 但是在68年政府推動公教住宅 就地改建政的時候 政策的時候 其實各機關也都大量的拆除改建 那但是學校是在74年決定不再改建 那不再改建的原因是 如果當時的房子全部 基地全部改建完了 當時的人都可以得到 但是將來進來的這些教授 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源可以來運用 其實是不利於學校的長遠跨展 所以在74年我們決定不再改建 所以到今天才有這些老舊的房子 還有機會再留下來 讓大家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那第二次是在91年的時候 議政院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會會 要求加速應付利用的這些 未滿容積50%的工具要開發再演 那當年的財政部長林全先生也講了 有一間國立大學的宿舍 將近五百均的基地市價值兩億八千萬 結果只出一個老太太 難道不應該檢討嗎 所以下一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台大知道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 但是要如何來兼顧開發跟保存 所以我們在92年主動的委託了 我們陳漾索的夏祖九教授 進行所有日式房舍的一個檢討 包括校內調完 那也把這樣子的調查結果 平均評估出來裡面 比較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呢 提到了台北市文字大會這邊來做審議 那當然學校也跟文字大會說明 不可能每一棟都保存 因為政府的能力是沒有辦法 把每一棟都照顧好 怎麼樣把重點的能夠保存下來 然後讓該保存的 該開發的其實各有所長 就是可以讓它可以分別的發展 這個才是比較可行的方法 當年的文字大會也認同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把比較重要的加以保存 那其他的同意不予不指定或登陸 那文中堅22項4號當時是不予指定 那其實我們看過去的古蹟利件 其實在登陸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已經考量人物的價值 包括尤林先生 羅友倫先生 這些他的建築其實是非常狀況不是非常好 但是也是因為人物的價值而獲得保存 所以在登陸過程中 對於這個紀念建築的概念其實早就已經是存在了 那剛剛其實這個報告也都講過 我們是陪給余大臺教授 那麼後來再陪給徐福教授 那剛剛有幾位接觸人 他一直提到說台大對外發言說余大為先生沒有住過 我還是要在這邊再跟他補充一下 余大為先生因為沒有認識於台大 所以台大並沒有余先生的配住紀錄 那我們也查了我們沒有跟國防部換房舍使用的紀錄 至於余先生有沒有住在這個地方 台大沒有相關的資料 我們沒有講他有沒有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大家有說不回 下一頁 那大家或許會覺得台大的經費資源其實是非常充裕的 所以也難得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來講一下 台大其實實施的不是公務預算是校務基金 所以台大的100塊錢裡面有將近65塊錢是要自己想辦法 我們要靠收學費收場地收入甚至於接計畫 來自己投措這個65%的這個裁員 那台大一年的預算大概是新台幣160億 大家可能覺得非常多 但是這個160億元裡面有100億元是台大自己要想辦法的 那麼我們有160億元新台幣 但是我們回頭看看大陸的清華大學每年有233億的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的1100萬 如果台大有1100億的經費的話 我想所有的事情其實我們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下一頁 那等於是台大現在 不是今天 台大等於是拿七分之一的經費 再跟大陸的清華大學再比較 所以其實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其實台大要跟人家維持競爭力 其實這是一個台大必須面臨的挑戰 那我們所有學校的經費基本上也都是以教學研究 學生的這個事務為限 所以學校能夠一年配的這個房屋 走出分道的經費其實只有罰錢嘛 我們要照顧校內的400多宗的校舍 那目前台大被指定的已經有41棟積極力建 那佔台北市的將近十分之一 那一棟房子可以分配20萬 請問就是如何把這個事情能夠兼顧去把它頭上做好 這是一個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 那當然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 學校必須要思考台大到底應該做哪一些是比較重要的工作 所以台大當然會認為說 我的本職角色應該是教育研究 培養國家高等的教育人才 提升國家的學術競爭力 那台大也自許是肩負國家發展與學術領行的這個詞 如果台大可以往前衝 也是可以幫助國家往前衝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如果在經費都沒有其他的衣服之下 其實武器力建的成本其實會抬起到其他的教學 也就著這個經費的合理使用 那當然這個資源其實是沒有辦法把兩件事情做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世大運有很多的競賽項目 那如果專長田徑的這些選手 你跟他去報名球類 報名游泳 又沒有給他適當的資源的話 其實他怎麼樣去把兩件事情做好 其實到最後是什麼都做不好 他在田徑廠商也沒有辦法獲得比較好的成績 我想這個是很實際的問題 下一題 台大對於這些老房子 還有這些古蹟文化資產的這個想法 其實台大自己本身的想法是希望能夠健康 那台大也建議是可以利用一些已經指定的文化資產呢 把溫州街清田街這邊一些老的這些故事 或者是老的這一些其實值得大家傳承 值得大家展示發揚的東西 集中在一個地方 讓資源可以有效的利用 那我們把這樣的一個空間把它打造出來 其他的房舍或許可能要面臨採除 但是可以把它的故事集中到這個地方 共同來做一個展示 那我們也請我們相關的院系的老師 可以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去營造一個溫馨的空間 讓這個時代跟這個學校的故事 可以有地方去傳人家去 其他的建築物用印象保存或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在這邊獲得展示更保存 我們其實今天在談的 並不是去指這一棟房子或是其他的一棟房子 而是說怎麼樣能夠讓這樣的文化資產的 保存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學校的發展也可以兼顧 所以我們基本上覺得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不要讓田徑選手去比游泳 其實應該是讓游泳選手 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去發揮他的專長軍力 去把他的事情做得更好 那當然文化民間的這些文字團體 也是我們也希望他的共同來參與 而不是永遠僅留在前面 護理保存的這件事情而已 下面這一頁我就跟大家報告 只是說可能接下來要面臨的一些問題 這邊再補充一個問題 其實我在七年進台大 我非常有幸可以跟著我的長官一起去拜見了一次台進龍先生 那去拜見他主要是請他搬家 因為學校要利用他宿舍的基地 原來六部的宿舍 我們要改建八十部的學院宿舍 裴先生二話不說 他說如果他可以搬家 讓更多的這些多學學人來為這個學校 為這個國家服務 他搬家這個算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利用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考慮的是整個學校的發展 國家的發展 我們並沒有去否定任何一個事情 但是怎麼樣能夠讓這個事情能夠獲得宣布 可能是大家要一起思考任何一個事情 以上說明 謝謝 最後一問是 合意建設 五分有限公司陳志雅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是帶領環議建設五分有限公司這邊 跟各位委員做個陳述意見 那詳細的陳述意見書的內容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提出完整的意見書給各位 那請各位再參考 那我們今天就是主要針對幾點 來跟各位委員做一次最後的強調 那第一個部分 我想剛剛很多的陳述意見人 都已經有提過余大維先生的這個 對歷史文化的這個貢獻 我們也絕對不會否認這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要拉回來 就是以救世問世的方式 就是這個建物到底是不是余大維先生故居 它適不適合余大維先生故居的這個性質 來保存為我們的文化資產 那依照我們所取得的客觀的事實來說 由台大106年9月26號提供的這個函文 其實已經很明顯地說 這個本建物是配駐於余大采跟徐維夫二位教授 不是配出給余大維先生 也沒有余大維先生基礎的這個紀錄 那縱使我們會 我們後來就是依照國防部的這個說明 好像余大維先生確實有住在這個本建建物的情形 但是衝其量他的狀況就是 僅屬於一個賓客的性質 他從來沒有以一個這個建物的主人的身份 住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情況到底適不適合把這個地方 就定義為所謂的余大維故居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大意義 那再來下一點就是說 關於藉助這件事情 其實依照史武政院的宿舍的 使用的相關的規定其實也是不可規定的 然後台大之前剛剛也有提到 他們從來沒有跟國防部有一個約定 說叫互換宿舍或是這樣子的紀錄 那再來又提到說這個建物有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私自建造的違章建物 依照我們的計算大概有70% 在建物70%的部分全部都是違章建築 大概是有權有產權的部分的2.3倍 那這樣的情況就把自文化的維護 跟歷史文化的保存之間的平衡上面 我認為這個部分也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那這個部分也要不要輕鬆的參考 那中間第二個點就是 關於說本身建物不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 等於違章建築的條件 那我們以下一個再講一個說明 那台大剛剛就這個部分 從92年開始已經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針對有保存價值的防設做提報的這部分 剛剛有提到的 那我們現在有想要請怎麼 再看一次當時的這個 他們做的這個紀錄 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建築情況不佳 無保存價值 改變過多格局已失 外觀自有改變 多非原貌多有改變 全部都認為沒有實定為古蹟 或登入歷史建築的這個價值 那難道這個性質在過十年之後 過十餘年之後 他的性質這個部分會改變嗎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是不會改變的 那所以因此 因此在95年12月13日的時候 台北市文化學在第七次的審議委員會的紀錄裡面 明確地把文哲堅二項四號這個建築 就是決議指定 決議不會登入為這個歷史建築 那想要請貴委員注意的是 當時雖然不是指單純的 就這個建築決定不登入歷史建築 同時登入了十餘比 就是相類似的建築為歷史建築 不是說所有東西都不保存 這個部分也要請我的參考 那接下來就是環藝建築這個部分 在95年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97年他們開始啟動 包括這個本田建築的 還有他座路基地在內的 都市更新的事業計劃 那後續經過了好幾年的整合 在104年5月5日 在幹事與權力變化計劃 審排他組之中的會議之中 台北市文化局也有列席 然後也表示了說 這個部分沒有本市的國際或歷史建築 或列管具文字價值建 我們沒有意見 這部分我們獲得這樣子的說明 然後在105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也進一步 核准本建的權力變化 權力變換計劃案 106年的6月22日 又給我們建造執照 跟拆除執照 請各位注意 我們連建造執照、拆除執照 都已經拿到了 只差怪手開興趣而已 然後接下來這個情況 在今年的9月 又陸續的拿到了一次 就是從讀法局這邊拿到了 兩次的這個建造執照的變更的核准 有兩次 那最後再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做出來的這個多分史程表 從95年 從95年決議開始 過了大概7、8年的時間 文字法修法了 那之前我們跑的這個程序 就是在文字法修法之後 理論上來說應該要給我們一個STOP 或者說如果有什麼處理的話 也要給我們一個處理 但是沒有 在105年7月27日文字法修法之後 陸續給我們事業級全變計劃的可理應公告 取得建造跟拆照 然後我們就發函給地主說 9月3號要點銷幫的物 現在所有的居民都已經搬離了限制 都已經搬到新的地方去了 那原本的地方他們的權力要怎麼辦 那8月27號暫定補級 然後9月6號9月30號拿到建造的變更的核准 那這個部分對於建設公司來說 這個部分的信賴要如何保護 那我想各位委員也要納入參考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下面的主持 主席丁護士長還有各位委員 以及這個事務官員還有警報人 在場的小姐先生 大家好 我代表團役公司 我是黃山榮律師 我想接續我們剛才的發言 我補充請各位委員能夠參考 本建既然是在認定 是不是構成文資法的歷史建築 甚至所謂的紀念建築 那我們就回到法律規定文資法的第三條 第一款 第二幕 歷史建築的定義和化 那它規定的很清楚 本建的重點就會在 是不是具有歷史性的文化價值 那是不是具有歷史性的文化價值 我們當然這個有各種 各位專家委員可以來認定 但我們只是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參考 我們剛才也提到的 在民國95年的時候 同樣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也召開文化審議委員會 結論的認定是不指定 我們本建的建物為所謂的武基 甚至是所謂的異建 那其中很多委員表示說 因為當時的建築狀況不佳 或者說改變已經很多 格局都改了 不然都有改了 等等以這些理由 那我們再看本建被提報佔定武基之後 那我們本委員會有所謂的會堪小組 去會堪現場 剛才文化局的官員也提到了 會堪的紀錄很清楚也顯現出來 95年認定到現在 並沒有因為幾年的經過 反而增加它的所謂歷史的文化價值 是沒有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能夠說 已經認定過不具律建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反而過了幾年之後 反而變得回復有律建價值 這個第一點 我們請各位委員還是能夠斟酌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文化規定跟它的實情性者講得很清楚 你要做紀念建築的登陸 一定是它要符合歷史建築的登陸基準 那剛才有委員在上壓也提到這樣的一個認定 那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剛才我們的說明很清楚 本建建築並不具備歷史建築的要件 那既然不具備歷史建築的要件 它可以反而被作為紀念建築來登陸嗎 我想這個有待各位委員 再來做一個審慎的這個思考跟認定 那再來剛才提到很多 遇到維先生的攻擊 這個我想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聽到最後我會個人的感覺可以能說 強調的東西 甚至有提到的人發言提到說 好像不應該用這個建築有關 跟這個建築沒有關 那如果是這樣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 那它應該屬於無形資產方面的一些考量 就不是我們本建文化資產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 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 一定要回歸到建築 要物的本身 那物的本身剛剛我們談到了 這個我們經過之前委員會的認定 自己的審議會的認定 包括會開小組的認定 那那部分結論跟大部分 都是認為不具歷史介入 不具律界的價值 文化保存價值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是不是各位委員能夠斟酌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我只是提出來 請各位委員能夠再斟酌說 我想我們絕對是在依法行政 不可能依人而涉事 依法行政之下 剛才文治法有規定 到底應該怎麼認定 就需要各位委員來做審慎的思考 那在認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呼籲委員能夠注意行政法上的一些基本原則 包括信頼保護原則 包括基本原則 最終有再提一個比例原則 也就是說我們本建 我們可以選用的方法 跟我要達到的目的是不是 就是古惹 再來我選的方法 古惹這個方法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選 選的方法達到的目的 會不會有造成民眾比較少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我選的方法達到的利益 造成損害更大的時候 那這個都不可舉例原則 那本建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如果把它認定 登陸為文化資產的話 是不是沒有這樣 沒有的 還有其他的方式 包括剛才才提到一些 怎麼樣做文化價值的保存部分 那最後我想再提到就是說 應該要均衡各方的利益 兼顧多位的價值 國發資產的保護 剛才台大提到說 整個學員的 吸引學員的這些宿舍的一些 國發資產的目的 包括都更的目的 甚至文化保存的目的 怎麼樣尋求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 我想真的需要各個委員的智慧來做協助 謝謝 那最後我們 是不是我們公司的代表 我們陳董事長 最後再補充一點點就好 謝謝 時間到我們所有的發言時間 已經結束了 還有登記嗎 沒有 都發言完畢了 就是說 包括主席 我們是 懷疑公司有登記 商委書 最後因為我們陳董事長 在發言之後 我們很間短的報告一下就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不是每一個十分鐘 原則一個單位就是十分鐘 已經時間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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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read 謝謝 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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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凸顯出來 漢老師當時領導的這些團隊 他們都是秉持著一個真實性 來鑑定這些古物 鑑定這些古蹟 鑑定這些歷史建築 我們今天文治委員會 我們身為文治委員 我們也都應該秉持這樣的一個精神 然後根據文治法的第三條的內容 他有有形的資產 無形的資產 剛才有人發言 說無形的資產我們不重視 你要了解無形的資產的包括什麼內容 不要隨便的提 所以我在這裡也覺得 漢保德和老師他們當時做的決議 我們要尊重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95年到現在過了11年 有很多新證據 所以我們感謝我們這些文治團體 提報了這些文冷會聚的場所的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影響我們國內甚至文化界的 這些名人他們聚會的場所 這樣的信息給我們 這個是新證據 新發現 所以我們也秉持了 對新證據 新發現的這樣的一個認同 我們決定來這個建築物 真的要給他一個身分 這是我個人的第二個看法 第三個看法 雖然余先生擔任國防部長的高位 他寧可驅救在他們妹妹的宿舍裡 我想這個是劉美人的個性 不屈一切 不被這些法律所訴 他就是很少多的一個 我相信 所以他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寧可駐他妹妹的宿舍裡 如今駐國王是怎麼的宿舍 我想在以前我們看過了我們像這些 當學雲先生 過去的幾個經濟部長 也國雲先生 他們都是這種清高的這樣的高峰亮絕的精神 我想這些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後人只有 從現在他們的世紀裡面就危險 那但是呢 理法不容 你怎麼可以去借助台道的宿舍 不跟台道抱貝 剛才王老師也提到 他說政府更要保持 國防部幫他蓋了後面的這份違建 讓他在那邊應酬為貨 我想這是給他修正的 一個國防部長做了重大決勝 一定要跟國防部一邊這些參謀 他在商點好 不應該說在自己的家裡 在自己妹妹的家裡 在自己的房間裡 去應酬為貨 一個人的觀念怎麼可以來帶領我們國家 重大的國防安全措施呢 所以我想這一點 我就持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對於一些基督在這裡 將近十一年的事實 國防部也不用證實了 所以我們這一點也要 就新政紀的部長來把它 納到我們會來對文字身份審查 這樣一個因素 所以我綜合以上的看法 我個人提出來 我有婚姻的我們局長剛剛提到的 這個文化部他也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案件 自從九十五年我們文字會做了決議以後 有這些新發現 新市政 讓我同意 依照文化部的指示 我們就讓文化部來做最好的採寫 有以上 謝謝 謝謝 我們其他部委員還沒有要去教採寫 有不要做我剛才講的 那個主管 文化局不是就新市政 就那個法育條 因為剛剛薛老師有提 那個十七條 第三款的部分 那我想說說明一下 中央主管機關得救前二項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就是他去選 那後面是或接受各級主管機關 各人團體提報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提報 然後後面才是建造物所有人 申請以指定制 直轄市定 縣市定 古蹟 他是這樣子分三段的 也就是文化局 縣市的文化局是可以提報的 那就算是他打回來 我們再給他持身分 都可以討論 如果說我們先給剛才 對 不用先認定 也同步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認定的話 也同步舉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你今天給他身分再提也可以 但是以法律的條文是 你今天直接提也可以 那這個是就主管機關的立場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剛才這個缺委員的部分 看如果待會兒還有指教的話 那剛才提到很多其實 最大的基礎就是 95年的當時的審議 跟現在的形式 就主管機關 你在基本資料的分析 或各方面 要不要給一些意見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個 老師跟那個 我們局長都有講很清楚 那當時是就建築物的角度來看的 那建築物當時以 當時年代的氛圍跟想像來講 他可能有一點改建的 以漢堡德老師來說 他比較在意的是正式性 所以他有一點點改建 他就拉掉了 因為當時是他當主席的 很清楚的紀錄是這樣寫的 所以詹老師講的也沒有錯吧 可是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當然過了十幾年 盛的那個日式建築比較少 你就會覺得 這種標準也可以上了 只是說在這個認定裡面 我們今天得到外面給我們的一些證據 好像也有達到類似的標準 然後甚至剛剛提的裡面 甚至超越了我們想像的標準 所以局長才會做這樣的認定 所以兩邊應該都沒有太大的物事 所以這一點我想是 各位委員也好 或者是我們參與的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把這個部分給大家講 背景給大家還是來陳述清楚 就是說不至於會有做事、經費的問題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就是說 95年當時的認定的基礎 剛剛講的以現在的新市政 再加上現在的環境狀況的訴求標準 未必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以今天的討論為基準 好,來 我的一個建議 就是 剛才大家討論的人的價值 價值以外的 應該這邊考慮環境的價值 這邊是我也住過好幾年住過 很多建議 這邊的環境比較兩千 但是這邊台大以外 還有四大的宿舍也有 這邊呢就是特色 最具的特色就是 宿舍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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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一個公寓性的也有 那還有這邊的很濃的綠裏 或者那個綠帶的 這種價值 所以到底這一棟房子 這種區域裡面的價值是什麼 都市人物建築以外 那剛剛這一段是那個 河冰東路和新海路的內區的一段 這裡面那棟建築的位置 什麼假設這個全體性的 所以我比較希望 這區應該未來 應該是河冰局官的主力 我的意見是什麼 好 謝謝委員 我們其他委員 這個案子 第一個階段還可以出現 有關來工作 同仁來這個 你等於是通知 就是從這個登記法研診要求 這個第二輪 那如果說大家不反對的話 因為這個案子很關心的 關鍵會比較大 那我們就是先讓這個提報人 進行這個必要的這個再次的說明 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次限定是幾分鐘 我們是建議說推判一位代表三分鐘 三分鐘 好 那就是提報人 提報人先三分鐘好不好 好 那我們等於開報外界的這個發言 我們委員後來一個普遍單格 大家可以邊用點這個食物控碼 謝謝 可以幫我幫剛我沒講的報答嗎 可以幫我幫…剛剛我沒講的 screen報框嗎 因為剛剛要回應的問題還蠻多的 那我快點把寫報廠的後半段說完 那其實我們過去根據台北市執行指定的歷史記憶跟古蹟的案例來看 跟針對所謂的居住連線以及古蹟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做過的先整理 事實上對於明倫過去的定義來講 我們的古蹟它過去的標準是這個樣子 曾經針見過的比例是這個樣子 那從我指導來看 我們其實這麼有爭議高度被重視的案子 它其實要有很多專業的領域 包括我們剛剛談的國防軍事或是文學的 那些領域的專家覺得來做評論 所以我會建議在台北市的文書 台北市的自己的法令裡面 訂定一個所謂的明倫過去的作業要點 或是所謂的紀念建築的作業要點 針對細節的定義部分重新做一個標準出來 要不然這個爭議以後還是會面對 那明倫故居的定義 我們在台南市已經看到了 它所謂的停留居住 或是等等等等 它並不是用年限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未來在定義明倫故居 或是固執或是舊居的時候 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那我覺得這個房子應該它的重點在於 歷史事件、人文精神或是重要的貢獻事蹟等等 然後文書法跟台北市 請依照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文書案例 來評斷這個案例 然後我會希望剛剛提到的 台北市在定法的部分 增加一個紀念建築或明倫故居的作業要點 再來 好 謝謝 正對剛剛有一些所有權人的發言 我要補充的是 管錢、陸遺太體、群盛這件事情 我們都有資料 但是徐璐、林華明在這邊來來去去 我怎麼去護導他 這怎麼可能是用護導 我那個時候還十幾二十歲了 然後 當然我們知道都更已經走了 所以現在的舊公園的這些住戶 當然是有一些不公平 可是這很無奈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房子真的那麼重要 但是慶幸的是 你們的鄰居 真的有這麼好的一塊保地 那我不覺得這個損失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或許再用透過改建 或是合建的方式 來彌補這個居住的問題 台基隆先生離開這個宿舍後 一年就走了 就跟前夫先生一樣 離開了他的習慣的一個居所的時候 他的生命的環境改變了 記憶改變了 那個生命完全會不一樣 我覺得這樣對包括現在的許媽媽來講 都不是一個公平的事情 台大可以重新思考 過去那個九十五年的八十戶的審議 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也建議文化局重新認定 現在很多委外的案子 對台大來講都是近幾母 從這個方式去考慮活化的方式 好還有多跟實施者三分鐘 這是最後一位發言 謝謝 謝謝在時間內我們盡快發言 我想第一個剛才一直提到說 這是余大維先生故居故居 那我想要澄清的就是說 余大維先生如同剛才講的 他是在那邊借助 他是逼客 所以是不是能夠解釋是故居 而具有所謂的文化資產價值 這一點我請各位委員能夠再斟酌 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我們提到整個環境的考量 但是如果去縣長可以發現 剛才他再來提到 或者我們先發言人提到 附近已經有一個十方建築 這樣的一個高層的大國在附近 已經阻斷原來銀行方故居 跟我們本建建物之間的所謂的整體性了 所以是不是應該這個部分 要整個 包括在陰海光先生故居那一整塊來考量 而不應該把這一塊包含進去 因為他就會不完整 這第二點 第三點 台大剛才在報告的時候也提到 當時在 判寶的先生在審查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包含人物的這個經驗價值 也還在內做綜合考量 那所以說 是不是現在還可以用余道維先生 有居住在那邊 建築在那邊的事實 來做一個所謂的一個重新的考量跟認定 我想也請各位委員能夠斟酌 接著我們請 我們整個 以實質的立場做最後的一個整合的發言 至於說是歷史建物的認定價值與否 可能我們要相信各位文資委員 能夠做一個專業客觀公正的立場 做出正確的一個裁定 不過我們在實質的立場 我一切是按照程序來的 95年我們知道這個已經不列為古蹟以後 我們從97年開始著手 動用巨額資金開發本案 那一直到105年11月獲得台北市的核定公告 期間有聽證會公正公告等等的會議 都是陸續進行的 這期間也經過105年7月27號有一個文字法的修法 那我們在每個階段文化局都有介入 對我們沒有提出任何的 對22項4號文化資產保存 有任何的意義的支出 我要強調就是政府對這個應該有依法行政 遵守信賴保護原則 盡反原原則下 我們期待改善這個環境小地主的一個保障 對我們因此的守法的使者 也可以一個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保障 確保政府行政的威信 也兼顧各方關係的利益 避免可能延伸的行政救濟之爭執 及國家賠償成的相關法令 謝謝 謝謝 還有外面的問題發言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們還是回到今天的議案 要再次聽各位委員和其他的想法 謝謝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也比較晚 那我這邊幕僚會提個建議 那本來我們原則上 因為文化局其實在這段時間 已經收集了一些市政跟一些資料 那就如剛剛局長已經跟大會做了報告 那文化局會把這些市政跟今天所收集的這些資料 以文化局的角度 我們主動提報到文化部進行審議 如果文化部對於這個執行有退回的時候 或者產生一個處理的時候 我們再進入我們的會議再給予身分 那以上提醒大會建議 謝謝 參加這個文化局的規格 建議大家總結 如果大家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會就有辦法 要視頻 按提送這個文化局文字局來說 建議的這個審議 那那個審議可能就是 類似剛才講的 固定委會的這個審議 我們今天在這個場合就沒有必要先行做任何其他領域 如果各位委員同意的話 我們今天這個案子結論的案子是這個方式 等我們再看後續的一個發展 我們文化局還要提供完成這個資料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案子 因為現在已經到1點 我們想請示主席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審議案 還有一個報告